Hello,大家好,今天是我的第九次surfing vlog 那今天我們去了一個新的beach,這個beach叫Else Gondo 這個名字有點難念,我也說不太好 好像西班牙語的意思是第二海灘 這也是我衝的最痛苦的一次,因為本來也是初學嘛 再加上對這個沙灘非常不了解,是個朋友介紹 他說非常好,可能是時間不一樣,因為衝浪的海灘呢 早上和晚上中午都不會一樣,浪都不會一樣 有時候很低潮的時候,狀況也不一樣 那這次我們來的這個,你看這個浪特別的短 就它起這個浪的時候很快就起來了 接著很快就broken了,就是碎掉了 你可以看一下畫面,你看遠處沒有浪,明顯的浪 然後快到岸邊,馬上起來,結果就碎了 那這個浪的話就是,至少可能對很厲害的人也不一定會是一個很好的浪幹 就被,不斷地被掀起來被打翻,然後甚至那個板都那個翻 就是彈起來,你看起來沒了,後面沒有浪 所以的話,這次我就很糟糕,就一起來就可以打翻 然後還有幾次呢,那個整個板就翻起來 然後有一次最嚴重是這個板,插到那個海底的那個沙 然後把我給頂住,就把我的那個腹部頂得特別痛 然後就特別難受,你看,你看看,整個板都飛起來 所以的話,非常難受這一次 你看看,起來起來起來,沒了 然後還有幾次就是被浪給蓋住翻了 把我人,就是在水底下,水底下給掀了幾次 把我給蓋,就就就就在打了幾次滾 特別難受 這次讓我感受到了這個衝浪的一些危險 雖然不是特別嚴重,但是還是蠻危險的 就比如說,就剛才說的那個板,你看,撐起來 然後頂到那個你的身體的話,還是挺痛的 然後你的手的話,有時候也會被手指容易被扭傷 因為這個浪,它在,就是,角度不一樣 把你給弄,先翻的時候,你的手指也容易受傷 那,不過就說,怎麼講呢 去多體會一下不同的海灘也是蠻有意思的 那,也可以多了解一下每個海灘的特點 那,目前來說,我還是最喜歡,就是我一開始沖的這個Sail Beach 那我最喜歡Sail Beach 因為那邊的話,它的浪不大 然後同時有兩個,就比較好的選擇 一個是它一個River,就是,往裡面沖的一個河那樣的 它挺平緩的 然後這邊的話是沙,就是有沙灘的 另外的話,它沖,那個洗浪板的地方也比較好 你看,這個地方就是特別難沖 你看我這個痛苦的樣子 你看,浪起來,沒了 你看,浪起來,沒了 感覺有浪,來了 沒了,你看,就是這樣 這個海灘的話,離那個機場很近 就在機場的附近 嗯,洛杉磯的海灘的話,還是特別特別多 嗯,洛杉磯的海灘的話,還是特別特別多 整個從西北的位置,從馬里布開始 一直往南,啊,就非常多,從馬里布,然後,Santa Monica,然後,嗯,這個,嗯,這個,呃, El Salgan, El Salgan,我不知道這麼多 然後,一直下去,呃,一直下去,呃,曼哈頓,然後,再到,呃, Redondo,然後,再到南部的這個,這個, Long Beach,啊, Seal Beach,然後,再過去, Huntington Beach,就,就特別多,每個海灘都不一樣 啊,呃,這,今天的話是被打得很慘,然後,呃,落荒而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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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视频当中学到一些教训 谢谢